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 中央流行停電指揮中心 國民黨新美食議員 葉元之KUSO 疫苗變身停電指揮中心指揮官 高鼠 鳥 一直闖到我們電力設備 造成停電的狀況 呼籲所有的廣大的國人同胞 可以扮演我們 葉元之開設停電事故頻傳 是小動物誤闖 都因為經濟部長王美花的正番話 很多的停電的事故 也是因為這些的動物 不小心去碰觸 難道人民是否有足夠的電力使用 還要擔心小動物亂跑嗎 經濟部長 不要陷入民進黨的動物農莊 國民黨立委蔣萬案 劍鋒插聲炮轟 王部長停電 找原因 別找藉口 僅要中央停電要害 但前一天未還委員會上 藍尾是要提油救火嗎 疫情死了800多個人 都不用負責了 更何況吃了這個東西 立刻服侍解禁 政令官拿王者開向陳時中 雙方激烈爭執 對蔣萬選情 卻不見得是加分 我們很希望 就事論是理性討論 其實就像我透過強力質詢 讓國民黨全黨團結一致 不知是不是自己也擔心 輿論壓力受波及 蔣萬案選擇反擊 連黨團也跟進再駐權 不讓蔣萬案再被行政院長蘇貞昌反質詢 藍黨團提案要求 未來質詢答覆不得超過範圍之外 若違反主席應予以制止 外界質疑難道是全黨就議人蔣萬安 所以我覺得今天國民黨是故意要把 這樣的話題政治化 而不是今天事情發生過後 躲到國民黨 然後變成黨保一樣 這題天風波後 國民黨再批正常 反質詢要入法 藍營替蔣萬安 再添北市選戰 新柴火 新新聞謝謝郭彥廷採訪報導